Hello,我是Nina,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 Cherney 599练习曲第20课 第20课有两个重点的知识 第一是右手旋律部分分解和弦式的弹奏 我们要注意分解和弦式的弹奏 在弹奏的开始要把手尽量的去张开 把位置尽量的摆放上 如果儿童手比较小的话 也是尽量稍微给它扩张一点 然后我们不能单独的去靠手指进行演奏 要带动你整个的这个手臂进行向上 向上,整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带动 不要单纯的用手指去够这个音 那听起来音色就不那么饱满 我们来做第一句 往上带,往上带,整体往上带 往下 我们一定要注意,连线之后的这个都 虽然它没有点,所以不要弹得很长 直接做一个提手的动作给它 抬起来 起 紧接着第三小节是断奏 我们要注意 在这里可以进行执法的变换 回来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个连线曲 它有音乐上的起伏 那我们在做这一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前边 向上带 断起来 这样你的整个音乐会有一定的音乐表现 听起来也更好听 第二句我们又是同样的进行 第三句我们来看它进行的向上一个二度的提升 还是向上 还是向上整个大地的向上带 就是一样的 向上 所以我们在这一部分做的时候 它的起伏 音乐的健强 健弱 就会非常多 我们一定要做出来才行 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响的重点 右手部分是一个大的旋律线条 左手部分 它就是一个分解和弦式的 一定要连奏贴键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一定记住我们的整体伴奏 一定是贴在琴键上 然后声音不能突出 没有哪个音是重的 要保持一样的音量 是这样一直去做的 我们整体的左手全部是这样来完成 好了 今天第二十课的讲解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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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